Hello everyone 这里是昆昆扬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的这一期呢 大家看我身边堆的这些东西就知道 我这一期要做的是最近近期 2月份的购物分享 Gucci的Jacky的包包 Supreme的衣服 在Zara买的一双小靴子 天润的奶皮 我们家狗子的饮料 一种小条的睡眠面膜 涂抹面膜 玻尿酸原液 就是富尔加的白膜 就是香普丽的眼膜 睫毛打底 小魏的洗手液 Burno的这个锅 一点点的服饰类 再加上日常物品的 再加上一点点的厨房的用品的分享 他在那里吻我的娃娃 所以进入我们的正题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东西 是Gucci的Jacky的包包 我买的这个size呢是mini的size 上一期Vlog的时候我有开箱嘛 然后想说这一期给大家好好的讲一下这个包包 OK 这一款包包呢就是最近特别流行的这种Hobo的包型 像Prada啊 然后其他品牌也都出了一些很多好看的关于Hobo类别的包包 去年呢其实Hobo的包包就已经非常的流行了 像今年呢我觉得更流行的一个方向趋势是复古Vintage的Hobo包包 Prada新出的那款复古的包包也是非常好看 Prada那款呢我觉得是更现代女性 然后更有power更加的酷更加的帅的那种 像Jacky这一款呢其实它是更加的Vintage跟更加的Lady淑女一些 我当时特别纠结是买mini呢还是买small 因为它俩的分别还是很大的 就是small会大概出有两个它这么大 我身高166其实是一个很中间的身高 其实我背mini或者背small都ok 但我个人的风格呢是偏比较甜比较淑女一点的那种风格 我经常会背小包 所以我最后觉得这个小的实在是太可爱 所以就收了这个小的 然后呢给大家讲一下这款包包它的size 我手里的手机是12 Pro Max 就是目前最大的这个屏幕的这一款 脱了手机壳呢它是可以将将好的塞下去 就计算一个Pro Max 12 Pro Max的这样一个长度就是ok了 它的口怎么开呢 就是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小的按钮 你按住它之后呢然后这样就打开了 包的容量真的不大 它放一个手机放一个口红 再放一个钥匙 然后再放一个小的扁的粉饼 应该就ok了就不能再装其他任何别的东西了 我是真的纯粹就是为了它好看 它小巧它可爱它甜美 所以买的这款买的是mini的size small是大非常多 small跟这款的价格其实差的就一点点 如果说你真的非常喜欢这个包包 然后你想要更实用一些 我其实是更加的推荐大家去买small的size 然后这款呢它这个包包的皮质 其实整体来说是比较硬的 然后它可以这样子背 它有一个这样的绳子 同时呢还给你配了一个长的链条 从这个扣把它叠上去 然后呢把它变成一个这种鞋背这种包包 唯一就是有一点bug 就是它的这个扣啊 做得非常非常的紧 就是换这个包链的时候 其实并不是那么方便 vintage的这种hobo包包 我就很推荐Jackie 然后它还有白色 其实白色啊搭配一个粉色的蝴蝶结 也是很好看的 我的粉色包包里面呢就又多入了一个 然后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件 supreme的衣服 前胸然后到袖子一个supreme 一直连上去 然后到它的后背这个地方 然后这款就是一个很简单的squash shirt 然后他们家的衣服 这款其实真的我觉得还是蛮好看的 因为它的这个logo做的嘛 就是很大的字母 就比较有趣味感 同时这一款呢我也还是在那个 我之前跟大家有说过的那个stocks app 这个网站上面去买的 然后呢它其实就是每次你买任何的一个东西 它会邮寄到这里呢 它会帮你查验一下到底是不是真货 如果是真货呢 它会给你一个这个 它认证了这个东西是正品 它里面呢也是做了这种薄薄的抓绒的设计 整体感觉呢是比较大方的款式 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分享的这个东西呢 是我最近在ZARA买的一双小靴子 一双靴子 我跟你们说你们赶快去买 这双在打折 它没有打折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好看了 但是我一直没有下手的原因是 我很害怕它的这个长度很容易显小腿粗 所以我就一直没有下手 后来我在小红书上看到一个姐妹推的一个图片 这双鞋瞬间我就上头了 马上打开APP发现在打折 当天就下单了 穿到脚上之后真的太好看了 唯一的一个缺点就是什么呢 就是它这双鞋比较重比较厚 就是显得脚会比较大一些 但是它显腿细啊朋友们 它的这个长度呢 其实是包在小腿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中间那个地方 皮啊真的是做的非常的软 能帮助我们修饰腿型 就是帮我们把脚踝那个地方呢 比较容易弯的没有那么直的地方呢 直接瞬间把腿型修饰了 不仅不会显得腿短 还会显得腿特别的修长 一点点像那种后底的B位的那种style 但是它的这个在脚踝这个地方呢 是做了褶皱 然后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可 推荐给大家要分享的是一些护肤 还有日常一些东西 我最近买到了一个东西 天润的这个奶皮 看到大家一直都在说奶皮特别好喝 我终于在我们这边买到了 然后我就想说来尝一下 小周也好奇来了 它的味道真的是乳酸菌的味道 就是很奶 依旧的味道我感觉大概只占了5%吧 我的饮料说完了 接下来我要说一下我们家狗子的饮料 在Vlog里面推荐的那个 新西兰的那个很天然的那个牌子 牛奶 这个是人和人和狗 猫和狗都能喝的 我这母疯了 for dog cats and small fairy animals 就是小小的猫人绒的 无鸡兔子啊什么的 都是可以喝的 要根据你的狗狗的重量 来给它喂这些东西 我们家狗是很喜欢喝酸奶 人的酸奶 但是有的时候不敢给它喝太多 人的牛奶我从来没有给它喝过 因为我怕它乳糖不耐或是什么的 你来了呀 这就是给你喝的 放这盖里你尝尝 好喝吧 闻起来很香的 就是有点像人的牛奶 好喝吧 哎呀好喝呀 事实证明它还是很喜欢喝这个牛奶的 seo这个品牌的 他现在看到这个品牌的这个包装它已经非常非常的激动了 我上次在vlog不是有跟大家讲说他想吃他们家的羊肺啊 还有那些牛肋骨条之类的嘛 这个是鹿肺 那个羊肺其实长得蛮像的 做的大小也是差不多的 我放在这里让他自己吃 接下来我还给他买了 这个是狗子的湿纸巾 可以擦拭他的爪子 也可以擦拭他的耳朵 然后他的眼睛啊 然后包括他的屁屁 他有的时候狗狗不是眼睛上会有一些眼屎之类的东西嘛 是这样大概擦一下眼睛啊什么的 把小眼屎擦掉 其实狗子耳朵里面真的脏东西可多了 你看就这种东西 他就是拿起来我觉得会相对的顺手一些 终于来拿你的小眼屎了 带走了 还有给他买了一个别牙的湿纸巾 盘在手上 然后给他擦牙齿的 因为我觉得狗子真的是要定期的刷牙 不然他会有口臭 而且他的牙齿上也会长牙结实 我这一次有买了好多好多的这种睡眠面膜 一种小条的睡眠面膜 他这些每一个打开都是那种一小条一小包的这种 方便携带 像这三款呢都是睡眠面膜类型的 这一款呢他是玻尿酸的深层补水面膜 深层滋养初期抗老 然后这个是主打亮白提亮的 他买了别的都是属于涂抹面膜形式的 夜间换肤补水的一个面膜 水阳酸果酸换肤面膜 然后它里面是有期待血 帮助你的皮肤美白 到时候我会把我现在买的和我家里有的睡眠面膜 就涂抹类别的面膜 然后给大家做一个大的汇总 给大家来推荐一下测评一下这些 我这次还买了一个我特别一直想要试的 润白盐的这个玻尿酸原液 它里面应该是这种一支一支的 皮盒里面大概是有30支 皮肤的补水保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之后我也会给大家测评一下 这个具体是怎么样 说一下我这次回购的面膜 年度爱用里面我有说过 就是富尔加的这个白膜 如果你的脸上有任何的闭口痘痘 活疮之类的任何的皮肤问题 你就敷这个就对了 而且大家记得一定要一次性敷30分钟 如果你敷时间太短 我觉得没有它的意义 它可以敷30分钟 所以一定不要浪费它的时间 让你的皮肤变得非常的稳定 就是今天起的痘痘 敷完当下它就已经别下去了 就是这么神奇 给大家按头种草 Dr.Jar就是跟我的护肤品一样 成为一个日常了 它真的是非常薄非常轻非常透 而且非常的保湿 但它没有其他任何别的功能 它就是一个补水保湿的功能 大家不要expect它去 比如说去消炎啊什么的 没有 它就是一个补水保湿 而且它非常的便宜 所以买起来用起来呢 也一点不会心疼 绿色的就是更给敏感肌 然后更加的镇顶 蓝色呢就是更加的补水 我现在皮肤呢 没有以前那么敏感了 所以我一般会选择蓝色的这款 作为回购 这两款就是我的本命吧 本命面膜 而且是每个人用 每个人都不会出错的那种 冬天脚真的非常容易干 尤其是脚底板 买了好多这种脚膜 是Innisfree的为一个日常护理来用的 之前也用过别的脚膜 我脚会掉皮的那个 非常一般 脚皮会掉个几天 然后呢就没有了 我没有觉得我的脚变得很嫩或者什么的 所以我推荐大家只要去买这种保湿滋润类别的脚膜 就是OK的啦 就是香普利的这个眼膜 这个真的很便宜 这个我记得很多年前 在我很小的时候 接触的第一款眼膜就是这个 重新回购了它的原因呢 是因为之前看beauty小姐有一集 他们专门在讲眼霜的时候 就眼部护理的时候呢 把这款当做了top one 就是说它能很有效的减少你的黑眼圈 淡化你的细纹道 所以呢我觉得它既然融灯了top one 那它肯定有买的理由 这种敷到你的脸上之后呢 眼膜会慢慢慢慢的变薄一些 就真的感觉你的眼部在吸收 柚子的卸妆褶 因为我的皮肤是比较敏感的 然后我不太喜欢用卸妆油 卸得很干净 但是卸妆油很容易有残留嘛 我个人使用问题啊 不是说那个不好 但我脸部分底类别的呢 我就会选择这个柚子的 一般就是这个就是按几泵 然后在脸上 我会买这种擦脸精 吃了水之后呢 轻轻的把它擦掉就OK了 一般正常的底妆呢 我会卸两次 因为怕一次卸不干净 买过很多不同牌子的纸巾 一卷一卷的叫ITO的那个牌子 带有螺纹的 清洁力会更加的好一些 但是那个有一个bug 就是它非常的难撕下来啊 就你每次扯一片的时候 我真的要用好大力气 所以我就喜欢用这种 一片一片已经分好的 但是这个也不是我的最好选择 这个它就是完全平面的嘛 我之前在国内的时候买过那个 它是有两面 一面是带螺纹 另外一面就是平面的 这叫全眠时代嘛 就是它是做的像纸巾一样 那样一抽一抽的 它还能把那盖子盖上 就是非常卫生 我觉得那个是非常好的选择 慢单的这个眼线啦 这个应该不用多说 就是平价战斗机一样 它跟小香的眼线一样 非常好用 但是呢 它就是非常便宜 然后说到眼睛化妆 我买了两个睫毛打底 一个是Canmake的 另外一个是爱杜莎的 大家一定要沿着你的睫毛根部去夹 夹完了之后呢 你再刷这个 刷完这个呢 你再去刷你的睫毛膏 真的绝了 之前网上一直都说 爱杜莎的比Canmake好用 然后但是呢 也有很多人推Canmake 所以我就想两个都试一下 Canmake的这一款呢 我买的是透明颜色的 它还有黑色和棕色 然后它黑色棕色的那一款说呢 你是可以用的当打底 它又能当睫毛膏 然后呢 它又可以做一个防水防雨的效果 在最后一步进行使用 这个是我最近新买的一个 就是专门用来洗内衣的 这个人很懒 我喜欢每天晚上洗澡的时候洗内衣 我觉得比较方便 就是用手措嘛 因为我不太喜欢用洗衣机去洗内衣 我觉得放在洗手间 然后也比较方便 而且它的颜值长得还蛮好看的 柯润家的洁面 这个洁面就是 也是我的日常回购啊 我就从来不买正价的 每次都是打折的时候买一堆的那种 正常的按出来就是泡沫的 然后敏感肌能用的 洗完也洗得很干净 一点也不会干 然后就是非常正常的一个日常回购了 抽纸巾 因为第一是鼻炎 就是很细里面有玻尿酸的成分 兔子的那一款一样 就是非常的柔软 但是小兔子那款一直也不打折 所以我每次都是趁打折的时候买这个 然后就很划算 一买买三个 很care我自己的口红有没有掉 应该还好吧 我这两天上火干的 嘴巴上长了一个巨大的泡 而且都会流血超疼 大家一定要多喝水 最后也要跟大家说的 就是一个家居的类别 小胃的 sample胃的一个洗手液 就是它下面你每次是可以换的 它家有很多不同的味道 黄色呢是柠檬的 蓝色 蓝风铃吧 还是风铃蓝的那个味道 然后紫色是薰衣草 就是你有一个这个按钮 我按了之后 它变白了之后 我伸手 泡沫就直接可以用来洗手 颜值长得就很好看 它是一种我很喜欢的这种 磨砂的颜值 而且最主要它是能自动出洗手液 放双手 你不用每次都要按了 而且这个东西本身也不贵 然后我觉得算是家居智能里面 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了吧 它这个是氨基酸的洗手液 所以一点也不会伤手 接下来呢 就是要说Burno的这个锅 怎么说呢 我买这个锅吧 我当时就是觉得它颜值特别好看 加拿大多数多 这边一个很大型的华人超市 我去买到的 然后这一款呢 就是一个粉色的Burno的锅 但它这个呀 比我想象中的小太多了 就是我看图片 我会以为它有这么大 它来了之后呢 比我想象中的大概小了一圈 上面可以叠各种不同的盘的 然后它这里是调节温度的 它维持到这个温度之后 它会自己跳电 就会保温 维持这个温度 不会让你这个盘过热 大家用它的时候真的要小心啊 它这整个这个整体非常非常的烫 一个很薄的铁 它并不是那种你以为的那种质量 非常过硬的那种铁 反正买这个 它里面就会送一个这种正常的铁盘 你可以用它来烧烤 送了一个这种铁盘子 你是可以上面做那种小的 比如说汉堡呀 圆的那种煎蛋啊 反正它的视频上做的贼好看 反正我是没有那么多的厨艺 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我这边呢 还又在自己在单独多买了三个锅 烤肉用的 它上面呢 是带这种零格的 就是你烤大块的牛排的时候 会有那个鸭印的那种 是一个吃火锅的一个大的这种盘 它底层这个地方呢 是有涂料的 颜值还挺好看的 它高起来了一块 就是不是那么贴合的那种 现在这样子 我看一个加薪三明治 最后的这一个 是一个鸳鸯盘 那种不会做饭的人啊 所以说我在家 一年以来 我每天在家吃的 就是火锅烧烤 对我来说比较实用 它这个呢 其实就跟刚刚那个 长的一模一样 只是中间就是带了一个这个 你就可以吃两个味道的 因为我跟我男朋友 就是我吃比较辣 它就是不吃辣的 所以这种隔开两个味道 也是蛮好的 最近的一些购物家用分享 就是到这里啦 最后会给大家分享更多 我最近的购物 顾发特辑 跟涂抹面膜特辑 包括INCE上面的一些 小众的服装品牌的一些特辑 马上就要来了 请大家敬请期待 OK 这里是空空呀 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的频道呢 就请给我的频道 点一个关注你的点赞和收看 或者评论对我来说都是非常非常大的鼓励 好的 这里是空空呀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 拜拜